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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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多说无意 我们西方代表团遭受这样的奇耻大辱 谁说我不敢来 楚晨 楚晨居然直接现身机场了 这是来赌人的 这下有好戏看了 我可不喜欢背头 今天赵方权这群人 一个都别想走出机场的 我来了 赵方权 楚晨 来得正好 这次我要让你丢脸丢出华夏 赵 接机而已 何必这么行尸动众啊 呃 马伦师傅 哼 这 这不是马伦师傅吗 蝉联七届米国格斗大赛冠军 西洋全界一代宗师莱克马伦 旁边还有西洋柔术第一人 怀克凯尔文 哼 这五位 任何一个放在全界都是一尊大神 现在站在一起 这阵容太可怕了 西方代表团这个阵仗 楚晨还敢来 是条汉子 马伦师傅 他就是楚晨 哼 赵 这就是你说得很嚣张的小子 穿得跟个老古董似的 不回一拳就打散架了吧 有没有神美 这太极符可是神仙姐姐亲手挑的 舒适 大气 没见识的土鳖 哼哼 小子 你敢侮辱我 你们要挑战的人是我 这么急着出手 干脆就一起上吧 让我们五个一起上 哈哈哈哈 小子 神儿随便一个人 都能碾死你 哼 神仙姐姐 你看赵方权和那几个拳尸 都对姐夫虎视眈眈 我们要不要上去帮忙 不必 而且这次我不打算出手 不出手 让姐夫一个人面对西洋五塔高手吗 这五位在西方群界 可是巅峰一样的存在 正是因为他们有些实力 才配当陈臣的陪练 陪 陪练 不错 陈臣刚刚里无事 如今最缺乏的就是高强度的实战 在战斗中更能掌握自身的气势 也顺便教教这群所谓的宗师 什么叫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有破绽 八 七 九 这是什么格斗术 明明这小子看起来像个弱鸡 可每一拳都蕴含着极大的能量 仿佛有暗晶在体内炸开 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大的力量